心律的正常范围是多少? 卓蓬展,西安市第四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心律就是指每分钟心脏跳动的次数 教科书上说每分钟心律是60次到100次为正常的心律范围 但是在我们心理科医生认为 合适的心律范围应该在55次到85次每分之间 如果心律低于55次每分或者是超过85次每分 我们可能认为是异常的 所以说心律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 它有静息时心律,运动时心律,夜间心律 以及24小时的平均心律 如果说我们夜间的静息心律在50到60次 那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如果说运动以后它的心律仍然为60次 可能是不够的 这时候应该达到100次左右才比较合适 当然也有部分患者在夜间的心律可能到40次左右 甚至到37、8次 但是没有任何症状 这时候也是不需要治疗的 如果说心律低于34次每分 患者有头晕阴久的症状 我们可能需要进行起搏治疗 专家提示 一、心律的正常范围教科书上 一般指的是60至100次每分钟 二、但心内科医生认为 可能55至85次是比较合适的 三、如果低于55次每分 或者是超过85次每分 我们可能认为是异常的 四、如果心律低于30次每分 且伴有有头晕 晕阕的症状可能需要进行起搏治疗